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橙子 今天要分享的视频我做了三个案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三个视频是使用同一个方法做出来的 因为我很早就在抖音上面刷到过这类视频 点赞很多 这种视频给人一种和谐平静的感觉 加上温和舒适的背景音乐 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舒适感 做视频之前 我会先给大家拆分这个视频结构 这样你们看见类似的 就知道怎么去做这种视频了 合成素材里面有视频加图片合成的 也有视频加视频的 但是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的第一个视频是一张AI生成的图片 加上一个带有热气球的风景视频合成的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是火焰的视频素材加上风景视频合成的 下载视频用到的网站我会分享在说明栏里面 因为所有的视频制作方法一致 我就以热气球为例子讲解 视频制作非常简单 素材早期了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这样的视频 我们分为素材阶段加视频合成阶段 首先我们来到Neolado AI生成自己需要的图片 今天打开Neolado AI发现更新的新功能 可以根据手绘加上指令生成图片了 现在是免费开放的 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收费 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我们还是用指令生成图片 因为AI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不敢保证每次生成的图片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去改进 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Neolado AI每天有150点可以免费使用 基本还是可以满足每天的视频所需的 我尝试了很多遍去生成这个天空的效果 后面发现越简单的指令出来的效果越好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调教建议也欢迎分享 但是下雪的这张图片很容易就得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去下载需要的视频素材 网站可以看屏幕上 我也会放在说明栏的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网站上所有的素材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可以放心用 下载的视频也都是高清版的 我们选中视频搜索热气球 会出来很多热气球的视频 你可以随意下载自己喜欢的视频来练习 但是要找一个背景比较干净的素材 这样换背景后的视频效果才会更好 像这个背景蓝色的天空就很不错 然后搜索下雪 找一个黑色背景的下雪的效果 然后我们保存下来 依次搜索火焰 风景把需要的视频都下载下来即可 然后我们去找一个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很容易造成侵权 所以我一般是在哪个平台就优先选择那个平台的音频配音 在YouTube我会去YouTube后台的音乐库 找一首合适的音乐 点击自己的头像 查看你的视频 点击进来 左边有一个你的视频 进来可以看到一个音乐库的位置 这里你可以点击搜索位置 看看有需要标明处处的 也有不需要标明处处的 我选择不需要标明处处的 然后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一种风格 我这里选择乡村音乐 我觉得这个风格和我今天的暗逆风格还是比较搭配的 找到合适的直接下载即可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合成视频 我选择的是Adobe的PR剪辑软件 我们新建一个1080x1920的序列 把需要合成的音频和视频都拉到轨道上面 我们把图片放在下面一层 需要抠去背景的视频放在上面一层 然后在效果栏搜索颜色键 把颜色键拉到需要抠背景的视频上面 主要颜色的吸管 吸一下不要的背景 然后调整颜色 容差参数 你会看到视频的背景慢慢消失 露出来图片背景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参数太高的话会影响到地面的颜色 那我们慢慢来不要急 参数不要一次性设置太高 我们可以多来几次的 再给视频加一个颜色键 然后再吸取没有抠干净的颜色 参数拉高 看到没有背景换成功了 那我发现这个视频是动的 但是照片是静止的 我需要给照片做一个动态效果 我发现这个视频运动轨迹是向右上移动的 然后我需要让照片也是同一个方向的运动轨迹 选中照片 把照片尺寸拉大一些 我们要让照片往右上去运动 我们在位置这里点击左边的小圆圈 添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拉到最后一帧 我们在位置这个参数去调整 把图片往右运动 然后上下这里往上运动一点点 检查一下视频的运动轨迹 跟图片的运动轨迹是不是一致的 然后选中第一帧 我们右键做一个缓入 最后一帧也做一个缓出 最后我们调整一下视频的颜色 尽量让背景和视频的色差减小 调色这一块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调即可 原则就是尽量减少色差就可以了 最后做好了导出即可 最后我在这里 做几点声明 第一 我是分享 不卖课程 我花钱学习了某些课程 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也是我成长的记录 第二 我不教人赚钱 我分享的思路 仅仅代表我个人想法 不构成任何赚钱的建议 不保证任何人 看了我的分享能赚到钱 或者涨粉百万 第三 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感谢能帮我指出来的朋友 我会听劝不断改进 每个人每个阶段所学习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伙伴 大神级别的看到也请多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